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看单元3 介绍药物动力学 以及药物的生物转化作用 首先先看单元3之一 介绍药物动力学的参数 那在介绍药物动力学参数之前呢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药物治疗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得到想要的疗效 而且可以尽量减少不良作用 就是副作用的产生 因此设计一个合理的给药剂量 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就是减少副作用 又可以产生疗效 那这时候我们必须要先了解药物净力学 以及药物动力学的基本原则 那净力学的部分我们前面提过了 这个单元主要在了解药物动力学的基本原则 那药物动力学呢 主要探讨的是剂量跟浓度反应之间的一个关系 就是研究要服用多少剂量的药物之后呢 药物如何被吸收 如何被分布 如何被排泄 之后会有多少浓度的药物 可以到达作用点 产生作用 那它多快的时间会到达 你可以停留多久的时间 这都是动力学在探讨的 那净力学主要探讨的是浓度跟作用之间的关系 就是研究多少浓度的药物跟接受器结合之后 会产生多大的作用 那主要是用E-NAS码跟EC50来评估 可以决定浓度跟疗效之间的关系 或者是浓度跟副作用之间的关联性 那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就是动力学呢 主要探讨的是 不用多少剂量的药物之后呢 它如何被吸收 吸收到全身的血液循环之后 它如何被分布 有多少浓度呢 被分布到组织 有多少浓度呢 被排泄出去 是被代谢 还是直接从肾脏排除 那有多少浓度可以到达作用点 到达作用点呢 才能够跟接受器结合 才能够产生药理作用 那这个呢 就是净力学在探讨的 那多少浓度的药物去跟 多少接受器结合 它的药理作用如何 临床反应如何 是不是会产生副作用 或者是产生疗效 那这是净力学在探讨 动力学呢 就探讨前面的这个部分 接下我们开始来看 药物动力学的参数 有两个药物动力学的基本参数 分别是清除率 以及分布体积 那清除率呢 是测量身体将药物排泄出去的能力 这是清除率 那分布体积呢 则是测量身体含有药物的表面空间 就是有多少体积含有这个药物 要分布体积 那首先我们先用这个图呢 简单给大家一个概念 如果这个烧杯里面呢 是血液 那我们用针筒 以静脉注射的方式 把药物注入这个烧杯中 结果呢 这个血液中的浓度呢 就会迅速上升 就血液中的浓度就很快上升 而且很快到达平衡 那如果说这个开口呢 是当作排除的路径 那这时候注入这个血液之后 也是很快上升 但是呢 它因为会排除 所以呢 浓度就会开始往下降 那如果这边呢 又有一个开口 是当作细胞外的容积 就是血液呢 会把药物分布到组织 它也会有排除 那现在先没有排除 只是分布 分布之后 就是血液浓度也是会下降 但是很快呢 会再到达一个平衡 那如果有分布 也有排除 那这样子 血液浓度很快上来之后 它会再掉下来 然后慢慢的会排除出去 这是 这个土呢 就比较接近我们实际状况 就是我们 药物进入身体内之后 会有分布 也会有排除的作用 所以浓度上升之后呢 会慢慢的会往下掉 因为它被排除掉了 首先我们来看分布体积 分布体积的定义呢 是药物在身体内的量 除以血中浓度 就是给予多少药物的量之后呢 血液把它分布到哪里 那药物在身体内的量呢 是每公斤多少mg 那血中浓度呢 是每升多少mg 所以除起来呢 是每公斤体重有多少升 这是分布体积的单位 同学要了解一下 那分布体积呢 是一种表面的体积 有时候会超过身体内实际的体积 这是因为分布体积的定义呢 它是把身体假设在一种 均质的容易状态 身体内呢 都是属于均质的 但是实际上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子 因为身体内有分成很多不同的compartment 比如说中枢啊 胸腔啊 或者是腹腔脂肪组织等等的 那这些不同的趋势呢 它是不均质的 所以这样子除起来呢 有时候会比身体性的容积呢 来的大一点 不过我们了解一下这个VD值 所代表的意义就可以了 这个VD值的大小呢 可以知道说这个药物的分布情况 如果VD值很大 表示血液中的药物浓度很低 那它大部分都分布到血管外的组织了 血管外的组织 就是如果说我们给固定量的这个药物 那血液里面的浓度很小 因为它都分布到血管外了 所以分布体积就很大 那相反的 如果分布体积很小 表示药物大多局限在血管内 很少分布到各个组织 就是血液中浓度很很大的时候 分布体积就很小 因为它都局限在血液里面 这个观念同学记住 考试会考 那这个表格呢 是列出一些不同趋势 它的生理性容积 像我们身体内的总水量呢 是每公斤0.6 就是60%的体重呢 都是水分 那这些体重 而这些水分呢 又可以分成细胞外溢 以及细胞内溢 那细胞外溢呢 大概是每公斤0.2 那这些水溶性的趋势呢 就是水溶性的分子啊 就会分布到这里 像一些比较大的水溶性分子 像Gentermicin 这一类的抗生素 就会分布到细胞外 然后血液里面 就是8%的体重呢 是血液的量 那血液里面 有一半左右是血浆 那如果这个药物呢 很容易跟血浆蛋白结合的 这种强的蛋白结合率的大分子 它就跑不出去血液里 血管外了 所以它的分布体积就会比较大 比较小了 因为它局限在这个血液里面 这个记住 水溶性的比较容易跑到血管外 在那些水溶性的组织 那如果是比较油溶性的 它跟血浆蛋白结合在一起 它就比较容易局限在血液里面 分布体积就比较小 但是有一些子溶性的 它可能跑出去以后 它就分布到这个脂肪组织里面来 然后一些离子 像铅啊或者是佛啊 钙啊就会分布到骨头 累积在骨头里面 好那这是有关分布体积的介绍 这个观念同学了解一下 好那接下来看清除率 清除率的定义呢 就是预测的这个排除速率 除以药物的浓度 那这个排除速率的单位呢 就是每分钟多少minigram的药物被排除 然后这个药物浓度呢 就是每升每毫升呢 有多少minigram的药物 所以除起来的这个清除率的单位呢 就是每分钟多少毫升 或者是每个小时多少升 这是清除率的单位 同学要记住 那清除的方式有很多 肾脏可以把药物排除 那肾脏的清除率呢 就叫CL renal 那肝脏也可以把药物排除 它藉由代谢 或者是从胆汁排除出去 排到十二指肠 再从粪便排除 那肝脏的清除率呢 就叫做CL liver 那其他器官像肺脏啊 肺脏也有一些代谢性酵素 或者是从呼吸中排除出去 血液中也有一些代谢性酵素 或者是皮肤呢 就从汉液排除出来 等等的这些器官的排除呢 就统称叫CLR了 那全身性的排除呢 就是所有这些器官的清除率 加种起来 就叫CL systemic 全身的清除率 那在这么多器官的排除里面 以肾脏跟肝脏 是药物排除的两个主要器官 肾脏呢 就是利用尿液把它排除去 肝脏就是利用代谢 或者是胆汁来排除 这个同学了解一下 那在临床上呢 大部分药物的 我们使用的药物浓度呢 都不会太高 所以身体的排除能力呢 都还没有被饱和 你来多少 我都可以把它排除 那而且大部分药物的清除率 是固定的 就是这个A药 身体对A药的清除率 不管什么时候来 都是一样的速率 每分钟多少升 或者是多少毫升 那这时候 这个药物的排除速率 就跟浓度成正比 就是把这个定义 CL等于排除速率 除以浓度 他如果把这个浓度呢 呃 存到这里来 那排除速率呢 就是等于CL 乘以C 所以排除速率呢 是跟这个浓度成正比 如果清除率是固定的 清除率是固定的 这时候排除速率 就跟浓度成正比了 浓度越高 排除速率就越快 那这种排除方式呢 称为一级排除 host order elimination 大部分的药物 是以这样子的方式 来排除出去的 那这个同学了解一下 如果这个药物啊 是以一级的排除方式 被清除的 这时候清除率 还可以用另外一个公式 来表示 就是计量除以曲线下面积 Arial angular curve 简称AUC 曲线下面积 那这个曲线下面积 指的呢 就是服用一个 单一剂量的药物之后 每隔一段时间抽血 检测血液中的药物浓度 所画出来的一个曲线图 其中横坐标代表时间 重坐标呢 代表血中浓度 那在刚服完药物之后呢 因为药物被吸收 所以血中浓度就增加 曲线呢 就往上升 然后之后 因为药物被排除 而且吸收的量减少了 所以呢 曲线呢 这个曲线就开始往下掉 一直到 测不到血中浓度 那整个曲线下的面积呢 就是代表这个药物的排除速率 好 因为它被排除 所以它就往下掉 那所以这个清除率呢 就是等于 剂量除以这个AUC 排除的速率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单位 剂量呢 是多少mg AUC呢 就是每分钟 有多少浓度 这个血中浓度呢 就是每毫升 多少mg 它这是每分钟 所以这样除起来呢 就是每分钟多少毫升 跟前面的清除率的单位 是一样的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种 计算清除率的公式 同学了解一下 好 虽然大多数的药物呢 是以一级排除的方式被清除的 它们的排除不容易被饱和 可是有非常少数的药物呢 它的排除还是很容易被饱和 跟剂量或浓度是有关系的 它们的排除并不是线性的关系 而是非线性的 那这种排除方式呢 叫做容量限制性排除 -capacity limit -elimination 那代表性的药物呢 就是ethanol跟phenytoin ethanol就是酒精 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喝酒呢 就是很容易就会有一些症状啊 会脸红啊 那这是因为它的代谢性酵素很少 那有些人的酒量呢 就很好 是因为它含有比较多的代谢性酵素 那在这里我们用phenytoin 来当做一个例子 它的排除呢 是经由肝脏 里面含量比较少的一些代谢性酵素 来把它代谢排除掉的 那由于它的含量很少 因此很容易就被饱和 我们看右边的这个图啊 分别是五个病人服用 不同剂量的phenytoin之后的 血中浓度曲线图 横坐标呢 是phenytoin的剂量 那正坐标呢 是血中浓度 可以看到这五条曲线 是代表每个病人 那因为每个病人呢 它所含的代谢性酵素含量不同 所以排除的能力也就不同 我们看如果在服用相同剂量 200mg的时候 每个病人呢 它的这个血中浓度都不同 那不过还是可以看到一个 共同的趋势 就是在低剂量的时候呢 是线性的 就是一起排除 低剂量的时候 但是在高剂量的时候 只要稍微增加一点剂量呢 血中浓度就直线往上增加 就很陡峭的往上增加 那这是因为它的代谢性酵素被饱和了 所以稍微增加一点剂量呢 这些药物没有办法被排除 就在血里面的浓度增加了 那这种容量限制性排除 同学了解一下 那另外也有非常少数的药物 它的排除呢 跟血液灌流到排除器官的速率有关 那这种排除方式呢 就叫流速依赖性排除 Pro-dependent elimination 像这个Litocene或者是Propanoma 这两个药呢 都是我们这学期会遇到的药物 同学要记住了 那以Litocene来讲 它口服吸收很好 但是它一吸收之后呢 是经由这个肝门静脉 Hepatica-Portarven呢 把它先送到肝脏 但是它在肝脏很快就被代谢了 所以这时候肝门静脉的血流速度越快呢 它被排除的速率也就越快了 那这个就叫流速依赖性的排除 那表示之期呢 就是常见到的一些 流速依赖性排除方式的药物 像Litocene 像这个Propanoma 或者是Propamia Levetro 或者是Isonia 等等的这些 那同学稍微了解一下 接下来介绍半衰期Halfline 第2分之1 半衰期指的是身体内药物的量 因为被排除而衰减一半所需要的时间 所以半衰期的单位呢 是多少个小时 那假设身体是属于一种均匀的趋势 这时候药物的半衰期呢 就跟分布体积以及清除率有关 那另外有一个系数0.7呢 也可以以Lon2来表示 这是它的公式 同学要记住 T2分之1呢 就等于0.7乘以VD除以CL 那从这个公式我们也可以理解不到 当这个分布体积越大呢 半衰期就会越长 这里越大呢 半衰期就越长 因为药物被分布到 组织比较多 那它要从组织回来血液 然后再从血液被送到肝脏 或肾脏排除掉 所需要的时间 当然就会比较长 所以跟分布体积成正比 那它跟清除率呢 就成反比 清除率如果越大呢 时间就越短 因为它很容易被排除出去 所以它很快的就衰减一半了 时间就会越短 这个公式呢 跟它的含义 同学了解一下 那通常呢 每个药物的半衰期呢 是固定的 通常 但是疾病状态会影响到半衰期 因为疾病状态 比如说肝脏疾病或肾脏疾病 就会影响到分布体积跟清除率 特别是清除率 肾脏有疾病 或者是肝脏有疾病 清除率通常会变低 那变低呢 这个半衰期就会延长 就是它不容易被排除出去 所以它衰减一半 所需要的时间就变长了 疾病状态会改变半衰期 同学要知道 那这个Halflight除了翻译叫半衰期之外呢 也可以翻译叫半升期 意思就是浓度增加一半所需要的时间 如果我们以固定速率呢 持续的把药物输入到血液中 那血液中的浓度呢 就会因为逐渐的累积 而一直到达一个稳定状态的浓度 Steady State 那如果把稳定状态的浓度当做百分之百 这时候药物从零增加到一百的一半 就是五十 所需要的时间就是一个半升期 从零增加到一百的一半 所需要的时间就是一个半升期 那从五十增加到一百的一半呢 就是七十五 又是另外一个半升期 那通常呢 需要四个以上的半升期 药物的浓度才会到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所以我们说要到达稳定状态 至少要四到五个以上的半升期 才能够到达稳定状态 那相同的 如果我们把药物停止输注 这时候稳定状态是百分之百 那它衰减一半 因为它以一定的速率被排除 衰减一半所需要的时间 就是一个半升期了 就是蓝色的这条曲线 从百分之百 衰减一半 就是一个半升期 然后百分之五十 在衰减一半 就是二十五 又是一个半升期 那通常在四个半升期的时候 已经衰减90%以上了 大概剩不到十% 慢慢的它就会越来越少 所以通常需要四个半衰期以上的时间 才会趋近于零 血中浓度就趋近于零 因为它在这里非常的幅度变化非常少了 所以就把这里当做一个稳定状态了 或者是趋近于零的状态 那这是有关于半衰期 第2分之1的一个观念 同学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身体可用率 Bioability 以及首度排除 Costase Elimination 那这个观念呢非常重要 同学一定要记住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Bioability 身体可用率 用F来代表 它指的是以任何途径给予药物之后 原型态就是没有被代谢的这些药物 它到达全身血液循环 就是所谓的体循环的比率 就是身体可用率 就是以1的药物给予之后呢 进入体循环的比率是多少 如果进入体循环呢是0.5 那这样子它的身体可用率呢 就是0.5 就是50% 那我们看表3-3 介绍一些给药的途径 还有身体可用率 以及一般的特性 首先我们看这个IV 就是Intravernous 就是静脉注射 它的身体可用率呢 就是100% 因为它就是直接把药物打入体循环 打入静脉 所以它的身体可用率呢 是100% 那其他的途径呢 不管是IM啦 SC啦 或者是口服 都是低于百分之百的 只有静脉注射 没有被吸收 它就直接进去了 所以身体可用率百分之百 那它也是呢 非常快速的可以onset onset呢 就是指开始可以产生作用的时间 非常的快 非常的短暂 一打进去 很快就可以产生作用了 那这个IM注射呢 它就是可以打比较大的容积 可以容忍比较大的容积 可是打到肌肉呢 可能还是会疼痛 那它的身体可用率呢 就是小于一百 因为它要从肌肉呢 被吸收到血液里面去 皮下注射也是啦 不过皮下注射呢 只能打比较少的容积 好 那也是一样会痛 那口服的方式呢 是最方便的方式 那它的身体可用率呢 呃 变化非常的大 不同的药物呢 不同的身体可用率 那其中有些药物呢 它可能有首度代谢 这时候它的身体可用率 可能就很差 那我们等一下来介绍 这个首度代谢 那我们先看这个职场给药 职场给药呢 它比口服的方式少一点 首度代谢 但是也是会有吸收的问题 吸入呢 也是一样 那吸入很快可以进入血液循环 所以它的onset通常也比较快 那筋皮吸收 transthermal 筋皮吸收呢 通常吸收很慢 因为它还要穿越这个角质层 然后进入组织肩液 然后再进入组织 再进入血液 所以很慢 那它就不会有首度代谢的情况 不过因为吸收很慢 相对的也比较慢 被排除掉了 所以它可以延长作用时间 这是各个给药途径的特性 同学了解一下 那测量身体可用率 最常见到的一种方法呢 就是测量曲线下面积 我们如果以特定的路径 给予一次剂量的药物之后 每隔一段时间呢 就去抽血检查 它的血中浓度 就可以画出这条曲线 那在这个曲线下 所有的面积呢 就代表给予这次的药物之后呢 在血液中所出现的药物的总量 有多少 那这个身体可用率的定义呢 就是说给一个剂量的药物之后 到达全身血液循环的量 有多少 这个比例呢 就是身体可用率 那所以从这个曲线下面积 可以看到说 进入体循环里面的总量有多少 就可以测量出身体可用率 那除了测量出身体可用率之外 它还可以观察这个药物的吸收速率 以这个图来讲 有三个不同剂型 但是剂量相同的药物 以不同的给药路径给予 结果A曲线的药物呢 它吸收很快 而且吸收完全 它很快的上来 然后到达这个TC 就是治疗浓度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onset 这个时间点 就是它开始产生作用的时间 然后它会被排除掉 所以它血中浓度就逐渐减少 那等到它低于治疗浓度之后呢 它的作用呢 就没有了 所以从开始作用到作用停止 这个叫offset 那这段时间呢 就是它的duration作用的时间有多长 这个大概了解一下 那这是A曲线 那B曲线呢 它的吸收只有A的一半 所以它吸收的量呢 就是曲线下面积 只有A的一半 然后它没有办法到达这个治疗浓度 所以A B的药呢 就没有疗效 那吸的药呢 它是吸收比较慢 但是整个曲线下面积呢 跟A是一样的 而且它有到达这个治疗浓度 所以它有效 只是它的onset比较慢 然后作用时间呢 也比较短 这是吸曲线的这个药物 所以从这个图 我们可以了解药物的吸收速率 跟它的疗效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同学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首度排除作用 False Passe Elimination 那这个作用非常的重要 同学一定要了解 如果药物呢 是以口服的方式来给予 它的身体可用率通常是小于百分之百 那有两个常见到的原因 第一个呢 是药物的吸收不完全 第二个呢 是首度排除作用 那吸收不完全的可能原因也很多 有些药物呢 可能会被肠胃道的细菌把它代谢掉 那有些药物呢 是因为脂溶性太强了 所以它不能融在这个消化道管腔的水性环境中 那不融的话就没有办法被吸收 那有些药物呢 是因为水溶性太强了 所以它不能穿越这个脂溶性的细胞膜 所以也不能被吸收 那有些呢 是吸收进去以后呢 又被细胞膜上的这种P-Glycoprotein 反应送蛋白呢 又把它送出来 所以就吸收不完全了 这是吸收不完全的可能原因 那至于这个首度排除作用 通常是口服的药物才会有的啦 因为这个药物从消化到被吸收之后 它是经由肠细抹静脉 被送到肝门静脉 扑它们而进入肝脏 那它在还没进入全身的血液循环之前 就在肝脏被代谢掉 或者是被肝脏分泌到胆子中 因此进入全身血液循环的量呢 就减少了 身体可用率就降低了 那这个作用呢就叫首度排除作用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补充的图 大部分的营养物电解质水分 还有我们的药物呢 都是在小肠被吸收的 因为小肠有比较大的吸收表面积 那少部分的电解质跟水分呢 就到结肠 或者是职肠才被吸收 那不管从哪里被吸收呢 它们都被送到这个肠细磨静脉 然后肠细磨静脉呢 再把它送到肝门静脉 肝门静脉呢 就把这些营养物水分跟药物呢 就送入了肝脏 那肝脏呢 再经由肝静脉呢 把它送到下腔大静脉 心脏才进入全身的血液循环 那如果这个药物呢 在肝脏就被代谢一部分 或者是被分泌到胆子一部分 那进入这个下腔大静脉 进入全身血液循环的量就会降低 它的身体可用率就会降低了 这个现象叫首度排除 很重要 同学一定要记住 那肝脏的首度排除 对身体可用率的影响 可以以这个抽提率来表示 ER抽提率呢 指的是肝脏将药物代谢 或者是将它分泌到胆子的比率 就是抽提率 肝脏把它抽提出来 那这个跟流到肝脏的血流 还有肝脏的清除率有关 可以以这个公式来计算 那这时候身体可用率呢 就要考虑这个药物的吸收比率 跟肝脏的抽提率了 然后药物的比率是小F 那1减掉抽提率就是剩下的 被肝脏抽提之后 剩下的进入全身血液循环的量 就是这个身体可用率 所以身体可用率等于F乘以1减1R 那最后我们把身体可用率跟首度排除 与临床反应之间的相关性 做一下描述 这个身体可用率呢 不会去影响到清除率 不过清除率呢 却会因为影响到抽提率 而影响到身体可用率 就是这个肝脏的清除率如果比较大 那他的身体可用率呢 可能就会比较低 那身体可用率比较低的药物呢 我们可以藉由服用大一点气量的药物来达到治疗浓度 但是这时候要考虑到这个代谢物的作用 因为大一点的气量呢 当然他的代谢物呢 也会比较多 我们这里以这个抗心率不准用药里面的Lithocene跟Virapamia来当作一个例子 他们两个呢都是抗心率不准用药 那他们的身体可用率呢都小于40% 就是都有这个首度排除作用 可是Lithocene呢 他的代谢物具有中枢毒性 所以就不建议口服使用 以口服大一点的气量 虽然可以到达有效的血中浓度 但是他的代谢物呢 相对的也会比较多 所以副作用就会比较大 因此Lithocene一般是建议以静脉注射的方式来给予 那Virapamia 他的代谢物呢就没有毒性 所以就没有这个问题 他可以口服较大气量来达到有效的浓度就可以了 口服是比较方便的 这是有关身体可用率 首度排除跟临床反应之间的一个相关性 那另外呢 高抽体率的药物 就是首度排除比较大的这些药物 也通常会有明显的个体差异 因为每个个体呢 肝脏的功能跟血流可能会不同 所以如果服用相同剂量的药物呢 个体之间的差异可能会比较大 这时候我们可以想别的方法 来避免这个首度排除的这个作用 譬如说就把这个剂型呢 做成舌下病或者是筋疲吸收 或者是职场给药 那就可以避免首度排除 就可以避免这个这种个体差异了 那另外 职场给药的方式也要注意一下 如果给药 就是塞剂好 没有塞得很进去 它就从这个下职场直接被吸收 那下职场吸收的血液呢 是直接进入下腔大静脉 所以就不会被送到肝脏 就可以避免首度效应 但是如果把它塞得很进去 一直到上职场 这时候它可能会从肠系膜静脉 而进入了肝门静脉 就没有办法避免这个首度代谢了 所以以职场给药的方式 大概能只能避免50%的首度效应 不过还是有它的好处存在了 那另外用吸入的方式也是可以避免首度效应 不过呢 有一些药物 它在肺脏呢 有它的代谢性酵素存在 这时候可能还是有一点首度效应存在了 但是 这是因为口服是最方便的方式 但是如果口服这个药物有首度代谢 就要想用其他的路径来给予 一年首度代谢所引起的这种疗效 没有办法到达的问题 或者是副作用太大的问题了 好 那身体可用率跟首度排除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最后呢 我们把药物动力学参数呢 做一个总整理了 有两个主要的动力学参数 就是清除率跟分布体积 那清除率呢 是测量身体将药物排除的能力 分布体积呢 是测量身体 含有药物的表面空间 那分布体积的公式呢 是药物在身体内的量 除以血中浓度 清除率呢 是所有途径的排除速率 除以药物在体液中的浓度 那如果是要看雪浆的这个清除率呢 就是血浆清除的速率 除以血中浓度了 那半衰期呢 是指在身体内药物的量 排减 因为排除而衰减一半 所需要的时间 那身体可用率呢 是给予药物之后 原形态的药物 进入体循环的比率有多少 就是身体可用率了 好 那有关药物动力学参数呢 这个单元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先休息一下啰